红色小屋在滚滚泥流中被冲着走 水位暴涨到已经超过电线杆的一半 杜苏瑞台风带来的暴雨肆虐 让中国大陆首都北京 成为泡在泥水中的重灾区 后来都清跑了 后来都清跑了 怎么防都没用 包含北京山地比例最高的门头沟区 防山区 昌平区 怀柔区 被大雨洪流炸的柔长寸断 山洪已经将桥面淹没 只剩下明黄色的桥边护栏 从另一个角度的视频里能够看到 这里路上的白色护栏已经被洪水乘排冲走 门头沟区的主要街道新桥大街 泥水淹到膝盖高度 沿街卖场全都泡水 警报是响个不停 进口车全变泡水车 街道被淹没 越往山区 救援场面越惊险 救难人员得搭溜索 因旧受困居民 还有小婴儿是被放在提栏 再放进澡盆里 一路上边飘边拎的就出来 从7月29号开始下起的暴雨 让门头沟区到8月1号 都还能看到滚滚山洪往下流冲刷 居民回想起来都忍不住鼻山 这场暴雨可说是数十年罕见 北京才刚开业43天的大型购物中心 大跃城 门口被大水灌进一个大天坑 去年北京冬奥的场馆公园也泡水 最夸张的是北京号称奢华饭店的天花板 一晚要价台币3到6万元的西潭酒店 也被泥流毁了大半 日本大师打造的精致园艺 小桥造景还有饭店大厅 如今都被泥水覆盖 是这样酒店这方面的损失还在合计 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 但是人员是安全的 然后现在也在有序撤离 那酒店等于现在没营业了是吧 是的 杂超过台币35亿元打造的 差级感顶级饭店 才市营运一年多就难逃土石流摧残 挺进北京的防山区更是惨 这些车辆是堆积在下方 损毁非常非常的严重 据周边的这个村民告诉我 是应该这些车里都没有人员被困 车辆被大雪碾压如废铁 沿路都是被挤压变形的货柜 车子房子变成片片残骸 公路地基彻底掏空 这回记录到在北京的昌平区的王家园水库 雨量达到744.8毫米 是140年来的最大降雨量 浩雨让陆空交通全乱 其中一列要从内蒙古开往北京的列车 受困两天两夜 喊得深思历竭 这名女乘务员就是受困车次K396上面的人员 结果这班车上300多名乘客 最后徒步脱困 不只在北京 天津河北等地也是灾情惨重 有男子差点在街头被洪水灭定 到最后民众是开着铲车前往救援 大陆动员了解放军民警武警出动直升机空投物资 累计在京津寄三地 受灾人口破60万人 而接下来日估雨势会往东北移动 吉林黑龙江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 这场暴雨危机还没解除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